行政院一百一十一年六月公布 國家語言整體發展方案 從一百一十一年到一百一十五年間 投入三百多億搶救國家語言 其中原民會爭取到七十二億多 進一步看到語言教學的執行策略 原住民族與人才拔尖計畫 五年投入總計六億八千萬元 排除傳播媒體直播經費不看 是原民會整體語言複整計畫中 經費最高的項目 因為原語法的頒布之後 更多我們的族群內部的 各族群的族人 對於族語傳承這件事情 需求越來越急迫 包括在學校的場域 也把族語的學習這件事情 國家語言的學習這件事情 都列為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工作之一 從一百一十一學年度開始 小學和國中七八年級生 每週必修一堂本土語言 本土師資人才將會是下個挑戰 現在要透過八千計畫培育出正式的族群教師 又該如何持續運作 族群文師資的培育計畫 他所需要的族群 族群課程上面的一個學習資源的導入 那希望能夠每年培養一百組的這樣的一個 十字拔劍的一個學習的一個成果 拔劍計畫中也將採取一對一的授課方式 不過像這樣的師徒組合的教學方式 類似從一百零七年到一百一十年間 曾執行過的師徒制計畫 目標就是要在三年取得高級以上的足以認證 但以全職身份參與的通過率僅有三十趴 也就是培訓二十四人只有七人通過 但也藉由這樣的經驗 從中省私足以教學資源的可能性 在師徒制裡面我們的傳習師 他其實沒有有過多的一個真能或培訓 或告訴他們應該要怎麼教授 這樣的一個師徒制的方式 所以有比較多的 但也因為師徒之觀察到願意學習族語的年輕人增加 但師資養成本來就不容易 而又要如何進行有效的教學 更是一門學問 而在原住民族語人才拔劍計畫中 族語教師將結合原住民族公費生體制 透過師資培育大學孕育 族語教學能量 不過拔劍計畫還有另外一項精神 如果是具備其他領域的專業 但對族語教學有熱忱 未來也可以投入八間計畫中支援族語教學 將教育資源最大化 有些新聞給亮迪夫羅萬台北市採訪報導